哈囉大家好,這是飛夜 那上次不管是福袋的影片還是抽楊貴妃的影片 都不怎麼樣,就是我的結果算暴死吧 那如果還沒看過的人可以在右上角有個資訊卡可以看一下我暴死的過程 那雖然暴死不過,底下還蠻多人留言 就是鼓勵我正做的 但還有人分享他抽卡有多麼的幸運這樣子 那我其實還蠻開心的啊 有人這樣子在底下留言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在考慮之後要不要再嘗試拼拼看楊貴妃 可是可能頂多就一單吧 因為沒有那麼多錢可以再出啊這樣 然後這次我本來也是很想要抽紅啾啾 但是因為楊貴妃真的太香了 加上我真的比較喜歡外籍 所以他就果斷的只剩下一次十年的機會 那我這次目標這個十年當然也不是他 我目標是四星的活動禮裝 沒錯因為我差一張就圖滿 所以希望能夠在這個十年成功抽到一張四星就好 活動的不要歪成別的就好 那我就開抽吧 希望可以啊希望希望希望 那因為只有一個十年我也一樣就不skip了 拜託給我 呀可以來了來了來了 讚讚讚讚讚 好我我這樣子這個十年就滿足了 因為上次就差一張圖滿 現在終於能夠圖滿還蠻開心的 好這個十年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至於前面人家說我在消業章這件事 我覺得有點難過耶 因為有時候出貨的角色其實並不是你真的很想要 可是他就是出來了 然後這個業章卻要你 在你很想要的卡池角色的時候來還 真的覺得有點討厭 不過好啦算了有五星就還是該知足了 就這樣 然後上次的楊貴妃在最後 我是有抽到一隻五星 但是一樣是歪出來啊 0.008%的 貞德白貞 就這樣出來了 0.008% 屌打0.8%的角色 真的很誇張 討厭這個歪的制度又沒有保底 但還是真香啊 這個十年反而很讚耶其實 有五星又有四星 而且禮裝部分其實還蠻多的耶 很可以啊 如果舅舅可以來會更好 但那不可能啊 一個十點就想出貨感覺太難了 不過我禮裝我已經達到目標 然後我很開心 好應該這應該最後一張了啦 好這就是我僅存的 這個石頭下一個十點 沒想到這麼香耶 有五星活動禮裝 又有五星活動禮裝 又有五星活動禮裝 這樣剛好可以塗滿 真的很棒 我決定 把 要抽單抽嗎 我覺得我單抽抽得不怎麼樣 我看就抽到這樣子好了 丟一個一抽去好了 有四星以上再拒丟 欸有耶 好吧把它抽乾好 等一下連兩張一樣的啊 好最後一個抽 應該很一樣 感覺都是一樣 欸不一樣了 好那這次我紅葉魔復刻的卡池 就抽到這裡 結論來說我覺得非常非常滿意 因為我要目標達到 那紅葉魔的話 就等 有緣或是福袋又出了直接吃什麼 再抽好了 那之後我就試情況來決定 要不要繼續拼 楊貴妃的卡池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 然後在底下 繼續跟我有互動聊天 分享一下抽卡狀況喔 掰掰